好,各位學員,大家午安 午安 哇,很辛苦 我剛看了一下你們的學員名單 原來年紀都跟我差不多 少數比較幼貴的也是有 我先做了介紹,我叫王廣義 這是漢敏 就是我們真正的名字 我是阿里山州主的 也應該服務差不多10年 11年有的 這次我們紐約改洋廠 特別說有開一個狀態 有助於特色作物的狀態 請求我們會裡面能夠派員來跟大家聊聊 我們一方面也就是說我們政策面 政府目前的一些政策措施 也注意一些特色作物的一些措施 短短了50分鐘 我想盡量的把我們目前的政策 還有我所知道的 跟各位聊聊 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有從事農業的警局是誰嗎? 都是嘛 好,謝謝,非常高興 但是我更希望是說 你們看到比較年輕的臉 目前我們一直在大力推展 但是各位的年齡弄得差不多 還是有心來做這一塊 是非常佩服 好,那我們原住民的 應該是說農業吧 特色農業 我想在座有很多前輩 我們原住民的前輩 阿美族的還是其他族群 泰魯德族可能有 應該是差不多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因為我是四年級的 所以我小時候還有跟我的阿公 跟我的爸爸 我們還是那時候燒墾 就是一塊 還不是森林還是皇帝 先砍 先砍了以後 再燒山 通常這是在秋天的時候做的 然後到了差不多快秋冬吧 就要幫我燒山 燒了以後呢 就開始小米 一些我們漢做的東西 就會開始出來 所以我對這個 我們原始的這個肯執 還是蠻有心的 那 原住民的疫情 目前 就我們的調查 也明白的一些基礎資料 那我們 我們 概況也差不多是這樣 你看 我們原住民分佈在這些 很多的 北區 像花園 中區 南區 東區 大部分都是 都是分佈在這些地方 然後我們的 產業的經營模式 大約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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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高山特色農業 像我們高山特色農業 這裡 北區的 北區 還有有機農業 就是靠洞區 這個地方 有機蔬菜 野菜 像花園 阿滅族 最有特色的一個 產業 那南部的話 通常就是一些 叫傳統做 小米 紅米 還有 蚵仔 那個什麼 芋頭 黃黃藍芋的芋頭 那 那 目前 我想 如果從事農業的 尤其我們 自己有助理 一定會感覺很 有時候 很徬徨 吼 無所適從 到底我要種什麼 到底技術從哪裡來 到底 有沒有補助 我想 這都會 影響到我們 從事農業的一個 都是一些瓶子 那目前 我們 農業 產出的 這些 產品 通常 目前 都是低產地下 亂去市場通路 低產地下 也就是說在地 像花蓮這邊 我知道我們有的農友 也就是農友 也就是銷 我們在地的一些 通路 那有的可能 規模比較大的 還是在釣貨的時候 就會市場通路 這個各有不同的經營方式 那 講到原住民特色農業的這些 你們看 像我們 跟我年紀差不多 應該都不陌生 但是還是有族群的 組別 因為融合14組 目前14個原住民的 所有的都在裡面 像小女 應該大家都 都有 紅女 應該是台灣組的 和稻 大家都有 芋頭 應該每一組都有 高粱 我們州組就沒有了 地瓜大隊 黑米 紅蘆米 野菜 山薯 玉米 這都是 很新 有的族群沒有吃 我們州組 阿美組 我知道 阿美組在吃 樹豆都有 樹樹 四蔥 應該是泛泰雅族的 香料 麥糕也是泛泰雅族的 花式都有 你看 特色農業 那我們的民主知識 其實我們的 飲食文化是 我們的農業是跟我們的文化息息相關的 跟文化 都跟我們的碎石 劑都是息息相關的 像我們小米 職業播種 就有一個小米 什麼播種機 職業就會收成 就是小米的收穫劑 那就是會衍生 小米收成 它才能釀酒 它釀酒以後 剛好配合它的劑點 所以其實大家會以為有住民愛喝酒 其實以前在我小時候 老人家喝酒都是我們要祭典的前幾天 那時候有釀酒 那為什麼現在會喝得那麼兇 那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不爭氣 我會自己去釀酒 又買的 C7買的比較快 其實酒在原住民來講 以前真的是很寶貴很珍貴的 我還記得我們那個老人家做酒的時候 他們是用用藥煮結的 煮結以後就丟進去 我後來才知道 讀書以後才知道原來那個有鎂 那是鎂的發酵 它是用這樣做的 搞不好我們那時候哪有什麼效果 沒有啊 它是用苦水 沒有錯 然後呢 剛好他們會算 前個禮拜有講說阿里山 我的社是達邦社 我們後來我的祖父那一輩移民到南山城 很遠的要走一天 一天還不到呢 所以如果說要有祭典的時候 一年一度都是前個禮拜就準備了 做麻糬啊 釀酒啊 然後就要走 準備個兩天行程 然後背到我們的老家 要祭典的那個老家 我們的故法 都是這樣很神聖的 也只有那個時候他們才能喝酒 平常你有酒喝啊 平常那個小米啊 米那個漢道都吃不夠了 哪還有酒可以喝呢 對 所以 我們的這些作物啊 其實都是跟我們的文化有相關性 但是呢 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啊 你看啊 以前都是自主嘛 沒有經濟規模 也沒有什麼田間技術管理 廠量低啊 副價價值低啊 切實啊 你會想嘛 小米我還記得 小米要做一大片 結果瘦肉起來 可能吃三個月就吃完了 你當初我們的根地 一個家庭這樣子 那個要做很久呢 燒山 然後再撒種 然後再撒種 以後還要除草 費相當的多耶 但是你想 可能吃三個月就 而且不是每一餐都是小米 可能還有 還有那個什麼 地瓜 還有地瓜 還是香蕉的 香蕉啊 香蕉糕啊 所以 真的 回想起來 也真的是也沒有什麼技術嘛 因為我們以前種了以後 除了除草 其他都不管了嘛 對不對 有沒有灌溉嘛 那個有沒有辦法 靠天使飯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現在要發展 就是傳統產業 利用我們自己的這些傳統做 來研發 我們目前就是要往這個 方向起造 還有一些我們 第七的特色農業知識 也就是說我們 這個可能有的是 後來 不管是日本時代 還是國民政府引進來的一些東西 洛神啊 金針啊 苦茶還有咖啡 貴族水 貴族水 貴族水本來就是 就是延伸種的 還有一些東西啊 好 那 所以 原住民作為傳統碎石劑 你仔細看 仔細想 我想 就算是漢族的同胞也一樣嘛 以前務農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從 好像會有很多的儀式嘛 從春跟秋收到 夏秋收到東廠 其實都有一套智慧在裡面 也是一樣 只是說 我們原住民的只是沒有 我們自自宅 漢人就是有嘛 他們就是有 有這個農曆 其實我們每一組都有特色啦 如果說農產品 比較人穩價值 叫知識盡進 其實 非常 不會 為我們自己原住民的那種 特色作物 找出一條活路 這是我們目前 也因為在今年開始實行的一個計劃 我們主要的精神是這一個 再來 你看嘛 我們很多的作物 我們原住民地區的作物 這是滿有特色的 像黃禮啊 我沒有看過 沒有實行 排斷出的時候才看到的 黃禮 真的很特殊 黃禮 非常好 而且 我想 如果混合其他的農特產品 再做一些加工 加值的話 我想還是滿有機會的 我再講一下這條 這個 目前我們的 自己的那些特色作物 其實是要完全要市地市中 還有地產地消才有機會 市地市中也就是說 像紅禮 像那個小的玉桃啊 屏東就長得特別好 那可能是氣候還有土質的關係 那我們像我們周族 其實我們周族也 以前小米也長得不錯啦 小米還有一些 但是目前我們幾乎都沒有在種 因為 我們因為 已經融入主流經濟了 大家都種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後面我們會再講 其實傳統作物 也是要有條件的 也要市地市中 地產地消 像 因為像 這個 屏東排完組的話 他人口也不少 其實他會很多 他為什麼能夠支撐這些 後來變少量的種子 因為還是有人在吃 老人家在吃 就有人會種 就是這樣子 以前我們是叫做 族群內自我消費 但是這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支撐一個產業 那只是說我們文化傳承的部分 不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靠這個維生就會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 之前我們在研究 別處理的特色作物的 要怎麼發展的一個 一個瓶頸 一個矛盾 像我們的小米 真的 你看 小米最大生產國人 你知道是誰嗎 我記得是美國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吃小米 記得到外銷 新飼料流很多要參小米的 但是他們是用機器的 你怎麼跟他玩呢 他是機器下去 然後什麼都是機器 撒盲藥都是用飛機的 不像我們 還要打那個胖子那個大 所以 所以你要怎麼跟他拼 如果一樣有產業 你沒有辦法跟他拼 所以我們只好要結合我們的文化 來做一些故事行銷 才有可能 好 講到 我們剛剛講到 講到那個 我們 十四組的一些特色作物 那我現在再講一下 我們後來呢 我們會裡面 後來為了說 創造這個差異化的經營 也就是說 我們也像地區 除了花東是比較 其實最有力發展農業 也住你的地方是花東 因為你們一拼 地又拼 然後呢 然後交通又方便 其他的山底下 是非常 交通條件非常差 所以呢 就比如說 好 我們阿里山我種高利菜 像我要醬油 其農業 如果說你要我一分地 就好像我一分地 我要種高利菜 在阿里山你種好 你也是種高利菜 你在平地中 你在嘉義的平原中 中老貴五塊十塊 來賣出去 我是說傳統農業 那後來 誰會虧錢 還是我虧錢 阿里山你 因為 我的路途謠言 什麼 什麼資產 都要從山下辦山去 阿這個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競爭 他在 他在山下 叫一個肥料 一個電話可能你再去送來的 我們三三十要送 自己載 自己載 你還要有車 那個損耗呢 你車子的損耗 油錢 工錢 你都要算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競爭力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能不能夠差異化的 差異化的經驗 看能不能有一個活路的機會 後來我們想說 有機 看不看 從那個 我們94 93、94 有推了一陣子的 就是說 補賭的 補賭的經驗方式 還有有機 所以後來到99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計劃 99到100年 我們的 若瑋研助理西湖農業 有機大聯盟輔導計劃 那這個 這個錢是 經濟部中小企業出的 地產基金 那是我們會裡面跟他申請 然後就開始 推這個計劃 那我們當初推的 一些項目 就是說有機大聯盟輔導團 培養在密聯財 來考慮這些 共同生產 還有經濟行銷 那我們當初是 構想是這樣子 這並沒有人加入 當初有沒有人參加 沒有 發動好像只有 當初是蘇秀柳 反正還沒有加入 那我們 當初的一個組織是這樣子 那 那 經過三年以後 我們當初的 匯正一下我們的成績 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 我們1分15個區 30個參與 有些大聯盟的部落 那後來 有機認證通過了 將近200公頃 170 跟180公頃 當初蠻嚇人的 但是呢 也老實講 這個數字現在已經不準了 現在已經103年度了 可能 有沒有100 我在懷疑 因為你們也知道 有機的門檻算蠻高 你每一年都要驗證 這個也是我們 原住你要加入有機有的 我們也 肯定要怎麼破解 補助嗎 越補 我們政府的資源越來越少 我也不要幫忙牽著 補助你 我們再來想辦法 因為每一年都要驗證 有驗證費也是一個負擔 那我們當初 有一些部落往前省 還有一個 十個加盟農場 這個農場 加到我們的有機大聯盟 就是說它本來就有在做 後來也加入我們的大聯盟期 有一些都已經蠻有名的 有些驗證 其實尤其我有認識的 其實他們都蠻辛苦的 剛開始 這個要執著 從事農業不執著沒有辦法 尤其有機這條路 可能甚至是要 非常的有堅強的心 還有非常的有使命感執作 才有可能 要不然很難做 像這個 這是見識的 更年輕人 他們為了 這是為了什麼 他們有去韓國 去韓國 學習那種 有一些 中藥 中藥的一些什麼 有機的義費 連他們跑去韓國 取經 有牧師 透過教育系統 來連結 那我們的通路呢 當初 其實 我們這個三年度的計畫 通常 他們有福島 每個福島團 就是福島 他們有這些通路 後來 他們沒有先問超市 到現在還在進我們這些人的貨 到現在維持 就是說只要你持續做它 還是幫我們賣 還是叫我們的貨 這個 這樣就不太平衡先 都有 然後呢 那我們為了讓他們 去出國來看一看 看看市面 在三年當中 我們有兩次輔助他們 參加這個 國際上的博覽會 有一次到德國 還有去上海 今年 今年 剛回來 他們有去上海 有參加 我們會願意補助一些 因為他們是蠻有心的 既然有心做這個有機的話 我想 對原住民的產業 也是一條 也是一條不同的選擇 因為 我們剛剛講嘛 如果阿林商務 種高麗菜 種有機 我就可以用這個品牌 來區隔 你大同鄉的 像那個什麼 大同鄉的 冠屬農業的高麗菜 我就可以區隔了 價錢可以賣好一點 中腦沒有大賺 但是起碼彌補我的費用 我跟費用的差異 我想是這個概念 而且 對土地也蠻友善的 然後呢 也比較健康 其實我們阿里商務有幾個 已經做了這樣幾十年的有機 他們已經蠻有概念的 自己有同路 雖然沒有賺大錢 但是起碼穩定 但是呢 現在 現在又碰到一個問題 我想做我們的現在也是一樣 這個氣候變全的 差 這個天氣的變全非常激烈 像這幾天 昨天晚上 我下班的時候 回到家 9點20 我開車 結果沒有帶雨傘 我一開門 就全部死了 連皮血都是水 非常大的雨 我們想說如果下兩個小時 我看 我那個地方就淹水了 所以 像對我們的農地 我想是造成這種狀況 也是一樣 就會淹水 像有一次我們去辦戰農場 帶一些朋友去看 剛好 怎麼都沒有東西 原來都被淹死了 有一次下大水 然後被淹死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也是要面對的問題 那我們 像我們園民會 只能想到的是什麼 能不能多少給他們補助這些資材 遮風鼻影的這些 且疫情還是說 大家能夠負擔的這些資材 這是我們也在想的 比如說晚室 基本上的 不要說中型的 就一般型的 看能不能多補助一些 真的有心要從事 我們的農友、豬人 這是我們在想的 還有 還有小小的資產 好 那 我想 我前面講就是說 我們整個大約 很容易講一下 我們介紹我們原住民這個 傳統社會的一些概況 還有我們目前的概況 那我們園民會 因為你是從事農業 我想說我們園民會這邊有什麼 做政策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從去年 今年開始做 去年是一整年的宣道 然後提計 今年我們已經選出來了 等一下後面再講 那我們 我們整個未來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的主軸 我們的那個名稱就是這個 原住民主知識發展創意經濟計畫 好像很拗口 我們後來才慢慢拆解 也就是說 我們的經濟 原住民的經濟計畫 你要跟漢人 你要跟主流社會比 你是沒得比的 規模 你的規模 你的價格 都沒有進人民 我們唯一能夠區隔 而且能夠差異化的 加入知識經濟 知識也就是文化 剛剛我講前面 要文化的元素的話 把你的產品說故事 有故事性 那就可能差異化了 就好像說 不要 別人都是高麗菜 我這個是哪裏的高麗菜 有祝福的高麗菜 他喝我祝林以前喝的水的高麗菜 譬如這樣講 也就是說 你要怎麼差異化的行銷 所以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名稱那麼長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 你看 原住民主知識發展創意經濟 研發價值的疫苗 別人才 那我們的策略是 也就是說 這種希望不不足 建立這個 跨越合作機制 這個後面我會講 跨越合作機制 就好像今天裡面 在這裡上課 這個是農改廠對不對 那我們未來也會 跟農改廠合作 因為呢 我們憶定會 我們只有政策 我們有政策的制定 政策目標 可以預算 但是呢 我們沒有技術 憶定會是沒有技術的 我們是一個單位 一個行政機關 像我們前省的 野住民的農業是靠幾個人 我一個科長 我底下有六個人 就叫農林 漁木 生態 觀光 偽創 什麼都要做 我們六個 也科長七個 你說我們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所以 這個就要回歸到 以前我們很少嘗試啊 就是要跟不同部會的跨領域的合作 就比如講說 農業改廠 他們是真的是農業的 你把技術方面 他們都是有專家的 像我們是考試 進行公職的 我們是一番行政都可以處理 但是 講到技術 你怎麼 兵重開防治 你說 什麼肥料怎麼加 我們哪會知道 還是我們的農政單位 所以我們也就是要合作 我們就是要跟農政單位合作 有些技術方面的 就是直接找他們 錢可以也不可以出啊 比如說你們的 野豬民廠商商辦公 我們想說 哇 最近有什麼 新的技術 我們想要學 我們來弄個什麼 講習班 是不是也不可以 你要找誰 你們找農改廠 可以啊 也不可以付錢 我們可以出 有沒有 這個以後是 一個很好的 結合的一個 這叫做跨域 跨域 跨域有幾支 我們沒有技術 我們可能有這個政策目標 就可以合作 好 我們這個是 一零 其實是一零二到一零五 七年就開始 但是七年是一個先期 我們今年是開始收建 已經批底完畢了 批底完畢了 那我們最主要 我們這個架構是這樣子 那時候 我們的三大土軸 是文化創意 特色農業 就很重要 生態里有產業 我們這三個區塊 我們這個底下 我們這個 這個計畫底下 是三大領域 那 三大領域呢 你看 就會產生這個 你不要看 我們算 也有可能到 垮到特色農業 特色農業也有可能 就是那裡有關係 有部落裡有 我比較想說 部落裡有 比較想生態 但是我們當初名稱 就叫生態里有 文創 食文化 行為產品 用於生活 行為品牌 當然我們的理想 不管是手工業 也有可能是 裝置遺書 都有可能在這個裡面 特色農業 我們今天特別的 也就是說飲食文化 因為飲食文化 那才是你西隱外的 近部落 他會比較好奇 而且比較 會念念普腕 其實是飲食文化 就好像 你們黨戰裡面 阿美族的 石頭火鍋 七菜雲湯 對不對 都念念普腕 有的人吃過的 不管是漢族朋友 還是我們一樣的原住民 這個是很不一樣 包括你們的器羽 你們用檳榜葉 還是什麼 檳榜葉做的那個 那個就是文化眼神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個 他就是可以 結合這個 用於生活 文化就是生活 很自然之刻 就像我們周祖的那個 山豬卡的時候 為什麼那麼自然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 某一下原發就這樣考 他是有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不一樣 原來老人家在考的時候 他會看那個 那個 火焰 火焰是有學問的 不是說他 你一放上去就有 沒有 沒有 那個原來是有學問的 我考了幾十年的 我當然自己只考了 我才知道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文化心 在生活裡面 你怎麼去 怎麼去結合 然後呢 生態理由的部分 我習慣講做部落理由 因為部落理由比較管 為什麼 部落理由就是要體驗他的生活 去體驗他的文化 你說生態 本來就生態 我們本來就活得很生態原住民 以前哪有什麼荒山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土石流 我這小時候幾乎沒有看過 我們 我們 部落的地方很少 本來就有 但是呢 目前是一個趨勢 我們只想說 其實這個 比如說部落理由 它是可以支撐這兩個 這個是互相的 也沒有辦法耽誤成立的 但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在要發展我們的經濟的時候 我們構思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們是有這個構想 要互為儀活 那 我沒有講這一塊 其實因為我們今年度 開始選 我們已經選了14個點 花蓮 三個 花蓮入選三個 我們是掀起計畫今年 掀起計畫 我們掀起計畫 我們掀起規劃 讓它入選62個全省 給我們塞了 塞到14個 所以這個競爭性 非常精力 14個以後 掀起規劃入選14個 今年我們選三個石灘區 花蓮入選一個 是 特色農業 應該是廣戰農場 它不是只有農場 它還有 它擴置到好大的一個區域 它的計畫是很大的 所以 花蓮就入選了一個 入選到石灘區去 石灘區計畫呢 它未來可以 它未來可以 三年可以 預祝1500到3000萬的 資金 也就是說要浮道力 能夠 這三年裡面 三年以後能夠站起來 這個就是 我們的補助原則 那 因為我們這個 我只是概念介紹 我們這個 我們聯名在推的 這個 創業進行計畫的內容 我們為什麼 我們怎麼選的 你知道嗎 要具備那個 產業群的特徵 每年住民之傳承 有關聯性 還有廠子 機會人口 要一定的規模 如果要建設品 我們沒有辦法從頂開始 我們這一次是不一樣 就是說 有一點規模 有可能會一起發展的 我們才考慮 其他的 比較弱的是 可以到我們 平常的年度計畫來升級 不管是部落生產 透過公所 先輔升級都可以 還有 社區營造的 也就是說以前 你社區 以前有 有接過什麼 重點部落 有接過什麼 什麼什麼 每種計畫的 培育計畫的 還是社區營造的 都可以 有優先 要不然是土地 沒有問題的 好 這個是 我們 先起計畫 這一次有 推動跨越整合的部分 這個就是 我們 我們開一下 好 你們副寫的是 傳統生態知識 長期有機農業 這個 十萬許計畫 這是民主選的 已經公佈了 這個是 憲政府的 是 韓國 韓國 光輔還有 那是左西版 當然是不同的 那是不同的領域 但是 這個計畫滿不錯的 像 民眾縣政府是他們的 咖啡 他們提他們的咖啡 我們整合他們的咖啡 這個 加一縣市 他們的 延伸座物 延伸座物 延伸座物的一個 一個 還有台東縣 這些單位 好 好 那 我剛一直講說 跨印政策 我想 今天是 我來 現在在這裡 我這裡是 我會改來聊 我等一下上面也要請農養室 也是為了 也就是說他們也要推演住民 他們要附到原住民的農業 他們也在吸收的時候 要怎麼 要怎麼跟原住民打交道 我說 跟原住民打交道 也不一樣嗎 我們一樣都是人 他說 其實他們的部落經驗 可能 怎麼講 文化差異造成的 並不是說 什麼原因 就好像說 我了解你的明白的意思 我講這樣你可能聽不懂 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我可能跟他們溝通說 我們的農民的特色是什麼 特徵 有什麼 大家要互相體諒的 我剛才問我說 一定要喝兩杯才能躺 我說沒有 你長這樣會被牧師揍 你講 並不是這樣 不要誤解 這個就是因為文化的差異 不了解 有產生說 奇怪 為什麼原住民的農民都不聽話 我說 你確認他不聽話 他可能聽不懂 不是不聽話 我跟他講說 對 所以 我說原住民的農民 其實你只要在教室上課 他們是對他一種煎熬 你那個課要越少越好 然後我們在課字化 比如說 你說什麼 這個洛神 有什麼問題 講一下 下午去門那邊 他坐在這裡 打顆睡 下午到他的田裡 他就生農活母了 我就跟他們建議說 其實原住民農友的問題你要聽 最好到現場 課字化 有一堆 我給一個小時 他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就可以解決了 你在課堂上 可能就是一般性的就好了 因為我們在課堂上通常 沒有看到山 沒有看到水 就會頭昏 也是你的特殊 那我們跨一點合作 我們一個構想是這樣 用一個圖來代表 很簡單的一個圖 我們從這裡 我們是要合作 你是農民地產遞銷 部落合作社 所以為什麼 你看農村再生小地方 蘇秀也那個部分 就是有點像這個 這個 他就是切入這個 以後 如果裡面有農村再生的部落 部落環鄉 那個青年的 其實都在這一塊 然後會衍生到這裡 你看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走 產地標章 寫上幾年古 然後呢 再往下 就升級囉 二次加工三次加工 六 二次產業 因為三次產業 就故事化了 這個就是往下走 然後呢 一場地下好 友善通路 因為這個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移不開 部落旅遊 為什麼 那個三個目標 是不能單獨把它切割的 因為會環環相扣 會環環相扣 你看 到這裡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研發傳統美食 像你的小米有研發出一些 一些 一些 產品 銀廚啊 就這樣 再上來 這個是我們政府的事 也就是說我們呢 要怎麼去展核 來協助我們原住民的農友 來促成這個產業 這是我們跨業合作的部分 因為 之前 因為現在國家真的沒錢 像今年 我們這一顆 我們原住民產業 一年的金分 你們知道多少嗎 你們都不相信 我今年都還有六億多了 我們要放錢 什麼 六億 六億 明年都變多少 是不是像四億 沒錢 國家沒錢 這個就是我們提升到說 哇 這樣不行 可能以前政府部門都各自為政 我做我的農業署 那個農改長 搞不好做他的 農業署就做他的 搞不好我的同夫呢 做同樣的動作 在一個地區 所以 進來我們政府比較勉強 就是說 就要跨業的做 就是跨業的做 就是跨業的做 跨業的做 也就是我們聯合大家 來一起做 來一起做 這個就是我們的理想 你們看看 等一下 可以有問題 大家來討論 這個是我們 把它實相化說 我們這個計畫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這裡 首先我們當初就來 能夠成立一個 能夠成為一個產業區塊 產業群聚 產業連鎖 我比較近一點 我譬如說 你輸去有一個房站農場 你看那很多小電動加入以後 它能夠成為一個產業區塊 產業群聚的時候 它會有規模 有規模以後就是 產業的連鎖 我這麼形容好了 如果越來越多人加入以後 它就會變成什麼 一個一個 比如說原住民 特色作物 我們可以來用特色作物 一個區塊 一個延區一個區塊 它就群聚了 產業連鎖 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產生 好 為了要 以後 以後在裡面就要請什麼 請我們 不管是婦女部落的人口 它就有就業的機會 每天以後 就會有冰箱 然後後來就會有車 對有可能 這個就是產業店的產生 它就會帶動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呢 搞不好又做一個觀光農場 誒 有客人進來 又弄一個 又一個大地餐廳 誒 又是一個就業機會 就是用這些食材 我們更新材 我們自己來煮 譬如來 譬如來講 其實會產生一個產業鏈 這個就是產業鏈的價值 又跟什麼 又跟生態 部落旅遊來結合 所以它這個是這樣的 它不是切割的 就變成一個示範區 你看有可能 點生交通八十啊 有沒有 它生態旅遊 它為什麼 因為旅遊 就是吃喝玩肉 做買嘛 我們去玩不是這樣嗎 那你要抓住哪一塊 你看 我們從特色農業來看 好了 我們的區塊 你可以 你看 有可能要做 做部落廚房啊 飲食啊 行銷啊 還有加工廠啊 二次加工啊 合作經濟 比如說 有些做認購的動作 認養都有可能的 然後呢 你看 穿綿到這個地方 小米文化 比如小米文化 還是石文化 就穿綿到這個 第一次 你就是說玩的 工藝品的 人穿品的 就穿綿到文化 文化穿維體驗的部分 再來呢 你有了這些以後呢 只有群雞效應以後呢 人家你才有賣點嘛 你要怎麼吸 怎麼片刻的進來 來看我的東西裡 來看我的特色農業裡 來看我的文化上裡 來看我的文化上裡 就產生生態理由 生態理由 又會衍生這些 其實像我們有名的那個 這個吉萊克烈烈的學校 它就是文川的地方 要結合這個地方 所以 我一直感覺 農民 其實農民是非常偉大 非常辛苦的 但是呢 我也發覺說 你現在要 能夠在這個 目前的時代 你要 錢還是很重要 你沒有賺到錢 你沒有辦法生存 對不對 還是要有知識 所以說 知識農民當道 也就是說 知識不一定 不是笨跟聰明不是 知識的意思是說 有些基本常識 你要主動去 去聽 去問 去學 知識 這樣 基本知識 現在的農民真的要指示 包括天氣 雷料 什麼 市場動態 未來動態 都要注意到這些 要盡量吸收 所以 你看那結合以後 會不會是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 當然是我們很理想的 model 很理想的一個模型 然後如果這樣的話 產業走出來 認同 叫消費總統 認同到消費 哦 我感覺這個很棒 好 青年會有 創造在地 我們最主要是 要創造在地 結果也記得 也就是說 年輕人 能不能多少 你夠把它拉回一點點 尤其我們的數據 青年過我們 聯名和統計的數據 現在已經 附近 附近 已經落到都市的原數 已經 48% 相近一半 但是實際 已經 到都市的 已經超過 五成了 已經超過一半 因為很多人 極在的人不在 像我 我的附近還在阿里山 我們說 人在台北工作 所以如果 透掉真的是 已經不在山上 當然 夫妻還在 可能超過六成 其實在山上的 也算 在我們岩山可能四成五 差不多了 不到五成 這個也是一個危機 這個也是一個 有些人會在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如果 青年回流 有很多問題就可以 減少了 往前更前不可能 像隔代教館的問題 鋪落老化的問題 老在照顧的問題 我想 多少都可以輸切 其實有它的意義在 好 再講一下 那 這個是我們內部 我們要做的 餐飲中央會議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其實我們公務門 也就是 為了為了要 推我們這個 研究品產業 來做這些東西 好 那 這個就是剛才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圖表 來跟大家 看一下 我們有配套的 到時候可以把這些 泡灰給你們 做參考 好不好 有聽說你們有考試嗎 其實題目都在裡面 都在我的講義裡面 你看 反向就業還有創業 現在我也在弄創業 所以我們這一刻 又就業又 就業是另外一塊 創業也是我們在弄的 我們一直想像說 產生新毛 也就是說 新興農業的經營者 尤其是豬米教授 現在白浪 和滿多的 年輕人都回鄉 他們也透過一些措施 像那個 創新 創業的一些措施 來回鄉 取得一些農助資金 然後做回鄉 做創業 這也是一個 其實農業 當然要執著 像平東以前報道 有一個年輕人 他就 在外面 混得 他說很累的 就回鄉 後來他是什麼 他是綠經的 億萬富 我叫綠經 他是做什麼 毛豆 就是那個 都日本喜歡吃的 那個毛豆 黑啤酒 他租台湯的土地 他做有資 然後 然後 慢慢做 慢慢做 後來日本人都跟他去做 做到這樣子 他是年紀大會 三十幾歲 他後來身家商業 只是做一個毛豆而已 當然有他的技術 後來日本人 他買 後來 大陸想 想要 他們轉到大陸去買 結果問題不對 可能是技術的問題 轉回來 給他買 所以我說 從事農業怎麼會 賺不到錢 是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 看你怎麼去經營 有心沒心 我一直強調這個 然後 然後我們未來的展望 就是這些 就是 跟你們搖搖 從這裡代入的事務器 其實 因為我們原住以前沒有 所以 我剛剛講說 我要輔導創業那個部分 非常困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原住民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 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這一輩子 我們哪有買賣的觀念 都是親戚啊 哪要錢 就是給你給我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沒有那個 我心裡頭鬧 原住民是這樣 真的 他沒有生意 這個觀念 我們原住民才 50年才看到貨幣 我們以前是 以物以物 說真的吧 日本時代 才看到貨幣 日本清朝 有一點點 就是換那個鹽巴而已 其實以前都是以物以物 所以沒有那種 會計沒有財務觀念 是這樣來的 並不是原住民天生 笨 是黃金石 他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生意的DNA 我以前也是做過生意 結果你們知道結果 我為什麼 我43歲才當公務員 很老的公務員 好 那我們未來長官就是這些 你們可以到時候獎益給你們 你們可以看 那我們 在地食物系統就是說 應該符合這個生態 不要 食物理性要鎖斷 這是一個口號 但是 如果做得到也不錯 你說我們還在吃法生 跟蘋果 還叫做奇異果吧 但是從幾萬公里來買的 當然都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是 為了有這個觀念永續 應該是要做的 還有 品牌的新售 產品開發 還有體驗型 其實體驗型 最適合體驗型 像只在樂園學校 我就感覺 我有一次陪 陪一些國外的朋友去 他們就非常的 印象深刻 非常印象深刻 那就是有文化的體驗在裡面 他才會 你看他怎麼放線 怎麼裝模取火 其實很簡單 但是 那個就是智慧 人家這種印象非常深刻 加上他的一些套餐 阿美族的套餐 非常 非常有特色 這個就是 你看他的受益 也不會比 也不會比 其他行業低 他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嚴肅 他要有食材 因為很多是阿美族的東西 如果沒有人種 他也做不出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包裝 行銷通路 這個通路 是我們 原住民最做的一塊 而且我們也明明 一直在努力 看能不能的所突破 原住民會中 默默的中 就是不會賣 就不會賣 跨歸的偶像 這個我們會繼續做 好 好